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要拍好Vlog只有航拍镜头肯定是不够的 那难点就在于我们如何用无人机拍出好的地拍 其实无人机拍地拍有一个相比相机很大的优势 就是它可以通过遥控器来调整镜头的方向和画面的曝光 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离相机很远的地方调整参数 我们可以借此来拍摄一些低角度的仰拍镜头 比如说这种 还有这种 直接用遥控器来控制镜头的抚养 调整构图 不用一遍又一遍的调整相机位置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无人机的工作环境一般在空中 所以它们的最近对焦距离都会有一些远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用它自带的延时模式 把它放在地面来拍摄延时 我们将无人机放在一个平整的地方 这样的话就比较适合用来拍一些低角度 或者是景别比较小的延时 除了固定镜头以外 我们飞机上的这个三轴云台也可以很好的利用起来 我们可以买一个四分之一裸口的固定支架 再配合延长杆把它当做一个小摇臂 不过这样用的时候 建议不要把遥控器的摇杆装上去 避免意外起降造成必要伤害 我们将无人机固定在延长杆上 再把延长杆伸长 拍摄一些低角度的移动镜头 比如说我们从脚到头的抬升运镜 在拍摄的时候 我们先将焦点锁定在人物身上 将延长杆从地面慢慢抬起 视觉的焦点从人转移到景物上 展示人与环境的关系 还可以拍摄一些纵向空间的旋转运镜 增强画面的冲击力 将无人机云台切换到FPV模式 调整延长杆 使延长杆水平的时候 无人机也能保持水平状态 先逆时针旋转90度 随后慢慢顺时针旋转180度 完成拍摄 就能做出半个盗蒙空间的运镜效果了 拍完之后把延长杆调整到飞机垂直的位置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和如影一样的相机稳定系统 直接用稳定器运镜的思路拍摄就可以了 如果你对稳定器运镜思路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期视频 除了D拍以外 航拍的部分也不能少 我们将飞机飞到景区能飞到的最高点 框旋景区的视觉中心点 选择环绕 速度调整为最快 拍摄一些大远景 交代背景环境 作为影片的开头空镜 我们可以用一些智能功能来代替我们首飞运镜 比如说一键冲天拍摄人与环境的合影 用彗星功能来拍摄人物的环绕镜头 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拍 也可以直接用大视镜头 效果可能比大部分的首飞还要好 当然别忘了还可以用飞机自带的智能跟随 来拍摄一些人物的动态 在拍摄的时候 我们先飞到人物的侧方 同选人物 这个时候屏幕下方就会出现三个智能功能 这里我们选择跟随 这个时候我们往前走 飞机就会自动朝着我们移动的方向飞行 我的建议是最好拍摄三个以上场景的跟随 来展示我们去过的地方 如果你是自驾游的话 也可以尝试一下在安全的路段跟随车辆 穿插在视频里面 增加画面的丰富性 这里值得注意一点是 如果你的飞机没有权向避障的话 那就尽量选择在后方跟随 避免侧飞炸击的风险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在这里给大家求个一键三连 当然你有更好的想法或者创意 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我是马利奥 我们下期见 拜拜